這次白宮遺見之綜合美國我們是來到德克薩斯州的阿瑪里諾 阿瑪里諾可以說是美國的牛仔製度之一 在這裡我們也是真實的來感受一下德州的牛仔文化 我們知道牛仔文化在美國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 是全球知名 不過實際上真實的牛仔文化跟你們所知道的可能不太一樣 首先牛仔包括馬或者是牛仔帽 我現在戴的這個靴子其實都是西班牙進口的 另外一方面其實在早期的時候美國的牛仔四分之一都是黑人 包括我們現在在影視劇當中或電影裡面看到這個英勇的牛仔鏡帽 其實美國最著名的鏡帽是一個黑人 他一陣當中曾經是帶過三千名的犯人 但是後來因為美國的這個電影他們是不准 然後這個牛仔的文化其實跟真實的還是不太一樣 那我現在騎在這個馬上呢 其實感覺並不是一個很舒服的一個窗況 所以可以想像在快兩百年前 托克威爾新州美國將近是超過一萬公里的路程 很多時間是騎馬或是坐馬車 並不是想到舒服的一個路程 相比起來我們現在能夠開車是真的方便相當多 那我們下一站將會去到新墨西哥 跟我一起出發吧 在離開德州之前我想要聊一下 此行在阿瑪里洛的一些見聞 阿瑪里洛雖然有些知名度 但是在德州還是人口前十都擠不進去的城市 所以在那還是能夠體驗到西部牛仔的那種粗狂的精神 像我去到每個新地點的時候呢 挺喜歡獨自一人探索 但這回我停個車加油時呢 發覺那的連鎖便利店玻璃後面竟然是鐵柵欄 我就驚覺這裡的事案不一般 果然後來發覺連進餐廳都會看見 不要公開別槍的一個警告標語 連去一趟郵局進門前不是看到歡迎光臨的標語 而是警語武裝搶劫郵局人員最高判刑25年 離開郵局前又是個警語 上面寫著進郵局帶槍是違法的 就在我驚嘆那裡的公共廁所 蓋得異常牢固的時候 發覺那裡的廁所是龍捲風來襲時的避難所 連想要踏個輕也是警告標語 危險有響尾蛇 說回德州的牛仔精神 還有美國往昔擴張的歷史呢 當然也是美洲的原住民 還有墨西哥的悲傷歷史 那一期的綜合美國是在上週一 4月11號播出的哦 歡迎回看 而下一期的綜合美國 將去到我此行跨越美國快20個州 沿途最令我出乎意料驚艷的一座城市 但這城市美麗的背後呢 卻是當地原住民的血淚史 那一期呢 將在下週一4月25號播出 讓我們一探美國海拔最高 必須跨入大山與大江當中 才得以清建的一座美國州府吧